看到小時候經常見到的令草編織 鎮嚴上人特別停下腳步 跟編織草帽的婦女們寒暄 清水靜思堂的行願館 融合地方文化 介紹慈濟置業 鎮嚴上人肯定大家的努力 也希望志工能再多用心 將近兩年的時間 你們的用心 規劃等等過程 可以了解 可以展現這樣 也真的不簡單 最近上人行腳來到台中清水 與慈濟之工溫馨座談 趙秀英罹患罕病 多發性脾肌炎 全身皮膚發炎 因為有慈濟 讓她堅持走過了生命幽谷 我做了慈濟26年 感動的力量 讓我自己覺得我有價值 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生老病死 自然法則 正義上人勉勵大家要用正確心態來面對 我們的心態 我們也應該要很慶幸 來這一趟人生 我們以聞佛法 正義上人再次期許慈濟人 要秉持成正信實 發揮慈悲洗手的精神 用心行菩薩道 大愛新聞張貴丹楊俊廷 台中報導 只好 謝謝 好